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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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陪你和孩子一起听故事的Sindy 嗨!大家最近好吗? 今天Sindy老师要来分享什么呢? 今天Sindy老师想要分享一套 我女人跟我自己都非常喜欢的套书 叫做小小地球人 这套书啊大概从我女儿中班的时候就买了 那到现在她已经快要升四年级了 她还是非常的喜欢 还是三不五时就拿出来翻阅一下 那刚好呢昨天就拿了这本 然后我们讲了马桶的部分 那我们就想说那好啊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本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我们昨天呢就讲了这个 厕所在哪里 小朋友你知道吗? 如果以前的人没有厕所的话 他们要怎么上厕所呢? 想一想哦 动动脑想一想 我们就来看看故事内容吧 嗨小朋友 今天Sindy老师呢 要跟你分享一下以前的厕所 长什么样子呢? 你看看厕所在哪里 以前的人呢 他们大部分家里不会有厕所 所以啊如果要上厕所呢 就必须讨好外面简单架设的锚坑解决 锚坑就是以前的厕所 这样子啊 臭味才不会在整间屋子里弥漫到处都是 而且粪便可以比较容易集中处理哦 还有有时候大家可以约一约一起去上厕所 闲话家常呢 我们来看看 哦 你看 有没有看到左边 这是一个城堡 对不对?打开 哦 有人在里面大便 这是城堡的空中厕所 以前啊 在中世纪欧洲呢 有许多城堡 它在凸出来的地方呢 可以让你上厕所 然后你看 它的粪便就沿着墙壁滑落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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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到这里来 然后呢 就会堆积在城堡外面 但是啊 我跟我女儿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 呃 这样粪便不会卡在这个 这一块墙壁上吗? 这块墙壁应该很臭吧 那还有什么上厕所的方式呢? 哦 有一种就是直接到野外去最方便 你看它上完厕所之后呢 就找有草丛的地方盖起来 然后挖一个坑 然后就地掩埋 就把它埋起来了 好 那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哦 这个叫河流上的穿屋 这个穿屋啊 是架在河面上的厕所 所以呢 钓到合理的粪便 刚好就可以成为鱼的食物咯 诶 右边这间是什么? 我女儿看到的时候说 哇 好像运势房屋的感觉 哦 这是有隔间跟门的厕所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啊 不好意思 你再大便 盖起来 这个呢 是隔层小间 而且有自己门的厕所 所以呢 使用起来自己会比较舒服 而且至少臭味只有自己闻得到 那下面这两个在做什么? 哦 这是公共的厕所 以前在古罗马时代啊 公共厕所是一个大的房间 然后大家呢 会坐在一起 然后坐在一起聊天 然后顺便大便 你看他们坐在挖了洞的石椅上面 就坐在上面大便 我女儿看到的时候就说 哇 那我好想找我朋友一起去大便哦 我说这样应该整个房间很臭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有趣的 叫做各式各样的马桶 以前的人呢 看古代的人在寒冷冬天 如果是黑漆漆的晚上 他们想要上厕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咯 有一种马桶叫做香行马桶 哎呀 这个人肚子痛 要去上厕所了 你看这是以前日本将军的马桶 长这样子 他是香行的 他也可以带着走的 他可以让有身份的一位人用 然后上完厕所的扁扁在里面呢 就可以把盒子拿出来倒掉 清洁里面的粉扁 嗯 那这个是什么呢 哦 你看 这个人在睡觉对不对 这是中国皇帝的夜壶 晚上使用的尿壶啊 叫做夜壶 他甚至可以不用起床 就直接拿到他的被子里面使用耶 哇哦 也太方便了吧 哎 那这个是什么呢 哦 这是法国国王的洞椅 你看 洞椅的椅子是不是很像这边 很像很多书本叠起来的样子 然后你如果打开呢 会发现中间有个洞哦 下面有个陶瓷制作的便器 哎呀 下面这个 慈禧太后的官房 什么是官房呢 官房啊 不是什么房间 这个 是清朝皇宫使用的便器 它下面铺着软软的垫 然后下面放着盆子 可以让慈禧太后上厕所用的 好 那现在用的马桶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在18世纪的欧洲才开始出现金属用的马桶 它的外形呢很像浴盆 那也会放在床铺旁边 然后供人家使用 好 今天简单的介绍这很有趣的马桶 还有以前的人怎么上厕所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我们下次可以再来看看其他的哦 可以看看清除粪便的妙招 还有哇 马桶无用的时代是什么呢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嗨小朋友 看完了厕所的介绍你们觉得有趣吗 还想知道更多吗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帮我留言说我想要继续看 那这样下次我就再讲后面的给你们看咯 好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希望你们有学到知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